世界买动 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红电台 您的第一手Visa讯闻平台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Cyle 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我们有新的video 新的消息 您的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报 好 今天 今天蛮exciting 其实 然后又不会exciting了 为什么我这样讲 那当然我们自上周 我呼吁大家可以做的话 把这个技术移民也要放一份在这个Victoria 因为Victoria根本就没有 criteria 对不对 那还有再加上前几天189很多人被邀请 哇 超级exciting的 那今天 今天其实一早 我发现应该很多人都收到 维多利亚州居然发东西出来了 哇 OK 没想到那么快 他居然跟大家讲说 哇 我们已经看了你的ROI了 我们very interested 所以我们之后要邀请你啦 我相信非常多的人都收到这个东西 所以 哇 这是大事吗 开心的要死 不过在好像一个钟头前吧 我相信大家又收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真的是要我们昏倒啊 怎么可能维州的州政府 我居然发了一个E-mail跟大家说 我找不到大家的EOI了 拜拜 What 嚇死怎么乱搞啊 怎么可能 多少人的EOI放在那边 放了两年了 是不是 两年都没有动 那移民局都没有动 我们没有动他 你怎么会变成你维多利亚州找不到他呢 真的是他妈的忘了 让大家真的是昏倒了 不过在大概一分钟前 我今天录影的一分钟前 维州刚刚又发E-mail过来说 对不起我们之前那个E-mail发错了 哇 虚惊一场 搞什么鬼啊 原本大家觉得说维多利亚州 墨尔本这边不是大开放 大家都可以移民过去吗 难道你又要来这招骗大家吗 大家都把东西送进去 然后跟大家说 对不起我找不到你们的EOI 拜拜 怎么可能嘛 Anyway 这是一个IT era 不过呢 这些搞笑的事情 我觉得都是一个good sign 为什么这么说 这代表政府真的在动作了 他一定是他要邀请人的 然后里面哪一个 某一个IT的白痴给他按错钮了 然后让大家所有的人 全部都找不到他的EOI 所以anyway 不过anyway 这代表他们在工作 那他要进去工作 也就是因为马上要来邀请大家了 所以good news 我觉得这还是good news 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其他的问题 那至于这些 也是 当然这个事情没有在我的预测当中 不过整个大趋势是在我的预测当中 也就是整个移民的政策大开放 已经来临了 已经来临 那刚好在从疫情到现在 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啦 那接下来的三到五年 我相信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移民的一个 这个窗口的这个周期 那anyway 我们今天除了聊这些 发生的这些屁事以外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以外 当然还有一些news啦 我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 这边简单来看一下 这一个news呢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耶 之前的移民部长喔 Alan Touch 然后后来变成教育部长 那当然现在他们选书了 他现在变成 shadoweducation minister Alan Touch 那他讲什么东西 他在讲说 国际留学生 留学生来就是要读书了 不是应该来移民的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 基本上又是在废说了 你就是前任政府啊 他怎么输的他还搞不清楚 你澳洲政府给你们这样玩了9年10年 然后紧缩移民 结果造成后面这么多的问题 那当然还没看到问题吗 澳洲全球第六大的国度 他其实前面的123456的国 这个国家的那个大小 除了俄罗斯超级大以外 其他都差不多啦 美国 中国 澳洲 巴西 其实大小没有差太多 这么大的国度 澳洲只有2500万人 然后现在遇到一个后疫情的年代 再加上inflation 再加上这么多国际上面的事情 你说 你就纯来留学 不要来移民 这根本就鬼扯嘛 Anyway 我相信这个 看这个新闻的人 然后同意这个新闻的人 我相信也不多啦 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们之前 选举会大败呢 输得这么惨呢 那就是睁眼说瞎话 Anyway 当然这边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来看 比较正式的其他的新闻吧 其他新闻呢 这边也就是澳洲的 总理Albinezi呢 还是继续在promote 然后再告知大家说 现在整个的Visa 移民局的系统里面呢 当然整个被前任政府 former government hopeless situation 那当然这个大家知道 发生什么问题啦 然后砍掉他们的budget 好像8亿多澳币的budget 支出以外呢 然后又给卡了 将近快100万的签证申请 这包含学生签证啊 什么移民等等一大堆 不过 以我所知 县政政府呢 已经在很快的时间内 replace 100多个签证官了 然后大家都已经在工作 我们最近也开始感觉到 这个签证申请越来越快 不过还是有一些地方卡卡的啦 那他们现在还有 好像还预估要再 还要再增加100到200个签证官禁去 协助整个移民局的整个流程 所以anyway 这都是very good news 那从另外一个news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是从Independent Australia 也是一样 他这边 他的title就写 Job Summit an Opportunity to Fix Immigration Policy 那这边还是一样 我觉得这些都是风向啦 什么意思叫风向 风向就是 就是同一个趋势和类似的新闻 然后从不同的媒体一直发生出来 这就是风向 那这种风向一吹出来 这就是趋势了 趋势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 为什么靠这个预测预测那么准 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新闻 每一个新闻都在讲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一定会是趋势 这是政府想要走的趋势 那这边我们看到什么趋势呢 也就是我最早提到的 Job and Skills Summit 它只是一个show 它这个show呢 要请所有澳洲的这些工会啊 等等什么的 一大堆人来到坎培拉 然后最后给大家 最后结果就是 我们要增加移民配额 那至于是从16万增加到18还是20万呢 我估计20万的几率相对是比较高的 我为什么可以这样估计 因为很简单 现在那么多的backlog 那么多的签证 skill shortage 你当然是要大开放啊 你的配合不够多的话 第一你怎么解决之前的塞车的问题 第二你如果只解决塞车问题 不解决未来的问题的话 那你开放有什么批用 没有用嘛 所以还是要再增加更多 不过这个预测预估应该都是9月1号 9月1号2号结束完了以后 还有接下来10月澳洲新的财长的这个budget report 应该会增加非常多的开支到移民局里面 然后让整个这个system再全部run起来 那这边这个新闻其实内部有很多的一些数据啦 我就不再go through again 因为这些数据其实在我们之前12个月不止 可能两年当中已经讨论很多了 多少人可以移民 多少是技术移民 多少是什么这个humaterian program 然后多少是migration program等等的 Anyway 这个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必要再聊一次了 因为他这边都是确认说 一定会往18到20万的方向走了 OK那最后一个新闻 我这边来跟大家 也是一样 这也是一个风向 这个风向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在讲说 是一个industry leader 他是叫center group CEO Peter Allen 他是谁 我没记错他应该是那个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的老板 基本上他说我们应该要付钱给移民来澳洲 我觉得这也太离谱了 怎么可能付钱 我觉得其实不用啦 你只要把配额增加 然后你开放 要想来澳洲的非常之多 这个根本就不用怕说不会找到人 那至于就是说 当然他这个Peter Allen 可能没有在这个移民的这个政策里面 不太了解这个部分了 我个人来看 这所有的新闻加上今天这个维州的这个 这个IT 这个ERA的问题 种种都告知了我们澳洲的移民政策 已经要开放了 而且It's now It's now 然后未来呢 也会更多更多的这些政策会出台 Anyway 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留言给我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